大师兄要回空岛继续搭建他的材料回类乡 那我也跟着回了 因为在这沙滩上打海鸥 比在空岛上打雀鹰还要咧 哎 他好像还没走远 刚好在海边发现了宝藏屋 就停下来了 里面的材料你去拿吧 这哪叫什么宝藏屋 就那么点破材料 陷阱倒是挺多的 应该叫他陷阱房 嘴巴这么欠的 听你这口气 是闲里面的材料咯 你不要我就去拿了 我嘴上嫌弃 可行动上还是很诚实的 不拿白不拿 就拿了两个名帝而已 走吧 回去了 我已经上路了 你赶紧跟上来吧 别待会又看不到我的车尾灯了 好家伙 果然又被大师兄甩了几条大街了 不过我肯定能比他先回空岛的 你这是脑袋又抽到哪条金了吗 我都快到了 就算你是神仙也赶不上了 大哥 我还真就是神仙 我已经回到了 好家伙 你死炸 你要么是找到了传送舱回来的 要么就是用了传送卷轴 我只叫善于利用工具而已 不跟你迟了 没力气和你说话了 我先啃点肉 一边补充体力 一边优先的等你回来啦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眼科 没看到哥已经上来了吗 这红山木就是爽 现在的木料可以制作很多箱子了 应该可以满足我把整个神殿 都弄上材料归类箱 好的 大佬你慢慢弄 我体力补足了 血量就是一丢丢 所以得再拿点食物来补充血量了 尴尬了 长支架还需要透明玻璃片才能制作 我得下去挖点黄砂了 那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想当苦力哦 大师兄去挖黄砂了 那我就继续来打缺晕爆材料了 哎哎 小家伙 别乱飞 乖乖让我打呀 哦吼 这么多罐子 罐子可以敲了 里面应该有食物 你都给收了 等哥挖好黄砂 体力应该会透支 刚好回去可以补充 好家伙 你还挺会安排的 不过看在你这么努力工作的份上 满足你 我都给敲了 大伙 别看我是闲得无聊在这里爆材料 其实我也是有目标的 帮物之急就是要搞到紫银石 把无精护甲都给搞到手 就可以计划去打各种boss了 哦吼 搞到无精护了 记着些你都看不上了 你上车都收了那么多无精块 一个能顶十个了 确实看不上了 要是换成紫银石我就偷笑了 打完雀银 玩一下蝴蝶 不知道这小东西能不能出材料的 哎呦 掉落了一堆窗花 这边还有我刚刚弄到的命运炉 更不要前世的 但就是没有出现我想要的紫银石啊 运气不行 就歇歇一些吧 哥已经回空到了 还不如来看看我安装展示柜 我觉得弄完应该会挺好看的 来了来了 你动作还挺溜的嘛 这么快就挖好黄砂了 没错 而且我还发现了 死因砂可以直接制作玻璃 也可以用烧制的 但是直接制作的话 两个死因砂才能出一个玻璃 烧制的话就是烧一出一 我现在旁边试一下用土块辅助 能不能把展示架放到箱子上面 可以的 问题应该不大 这还用得着刺激的吗 肯定可以的 直接搞起就行了 那好 我把这两个都敲掉 然后就准备开掉了 我先搞好两个样品 现在拿上食物 等会放到展示架里面 以后这箱子里面的东西 就归类为食物的 好的好的 你人长得丑 说什么都对 想怎么安排都行 那就确定按照这个造型来搞咯 接下来我就要大批量 放上展示架了 哇哇哇 动作还挺溜的嘛 一下子就放了这么多了 没想到神殿还可以这样装修的 看起来很整洁 哎 怎么搞了一半 人跑哪了 好彩很大 我又在制作展示架了 我以为砍的木料够多了 没想到也就够那么一圈而已 奇怪了 我什么时候饥饿度又没了 那又得搞点食物来补一下了 你这种人干活少 还吃得多 整天就知道吃吃吃 都快成300斤的大胖子了 大哥 我去玩打神鹿爆炊料 要满世界跑的 也是很累的 品能消耗也不少 你现在要干嘛呢 有辅助方块不够用了 要来敲掉这些展示架后面的土块 等一下可以继续拿来用 把后面的展示架给安放好 一圈弄完 我到时候还想在展示架的上面 继续弄储物箱 就差不多可以把神殿围成个房子了 OK土块又搞了一排 靠这些土块的辅助 把剩下的展示架都装上了